快六萬 六七萬 六萬出吧 四五萬 六七萬 六萬吧 比師傅多一點啊 沒有仔細算過啦 欸 就有進來就有這樣 五六萬 八九 請聽我請聽聽的 欸 走 我領生我肺啦 請你吃牛排 走 走 三百塊 你還沒還我耶 三百塊而已 在那邊 就才三百塊而已 在那邊 沒有耶 下一次啦 我今天沒帶那麼多啦 下一次啦 喝啦 喝啦 好 直接先工作 沒關係 沒關係 喝 這裡是太陽下男人 我是瑞 很多人都說做工的人經濟條件差 但是明明做工的薪水打趴很多人 賺得多就蠢得多嗎 阿瑞今天就來直擊做工的人 理財觀念如何 錢到底都到哪裡去了啦 一個月的薪水大概多少錢 大概六七萬吧 五萬多 快六萬 六七萬 六萬出吧 四五萬 六七萬 六萬 比師傅多一點啦 南北菜蟲一起串聯 沒有仔細算過啦 就有進來就有這樣 五六萬 八九萬吧 說三萬多 你有買房子了嗎 當然還沒 對 租房子 還在打拼當中 還沒有 沒有耶 有啊 用租的 沒有那麼好的事情 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請問你有在存錢嗎 正要開始存 花的差不多 有啊有啊有啊 對支數 沒有很多啦 十幾萬而已 有 很多 還好啦 沒有很多 還不到破百啦 我老婆在存 錢都在老婆那邊 所以我也不知道存多少 就全部上繳 有 但詳細數字我也不知道 都有老婆在管理 有有有有 這個有 一定有的 有沒有一桶金 差不多有了 我有定存 快一桶了吧 大概二三四吧 你都怎麼規劃你的薪水 就也沒有特別規劃耶 就 一天飯錢大概多少 然後房租要多少 這樣子 規劃就是 三分之二都是存錢 然後 三分之一都是 當生活費 現在就是先存起來 對還沒有做 額外投資 老婆一對 禮拜給你多少錢 呃 一千塊吧 對你怎麼規劃這一千塊 嗯 先算好早餐錢 那 剩下來就是我 娛樂的錢 雖然說錢不在我這邊 就各種的 投資方式啊 我們都有去 設立了一點 又沒有把 一個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那樣子 反正人家一千塊 就是看給你撐幾天 發一發就不見了 發一發就不見了 啊不見了 就再跟老婆拿 一定的啊 把收入的三分之一 拿來固定開銷 還有生活發 花費 然後剩下的三分之二存起來 規劃薪水就是 一半一半吧 就是我自己的開銷我會分開 然後存錢我會定類存在一起 自己買定存 強迫自己存錢 或買基金那一類的 然後剩下的 你自己要用的 你就自己放另一個戶頭 就是我會分三部分這樣 存錢出去玩跟 自己的開銷這樣 剩下的就可以隨便用這樣 我的錢都存去銀行 錢都發到哪裡去了啦 吃飯一天大概就抓 五百塊吧 就是一天的開銷 然後一個月房租啊 手機錢啊 應該加一加 應該也要三萬塊一個月 也有蠻多要買東西 需求很多 你有小孩嗎 有有有 你有小孩的關係 所以開銷也比較重 對對對 都是吃飯啊 誰住行大概都抓到一萬塊以內 有包含開銷嗎 對 不敢說啊 所以你的生活開銷其實是 物欲是比較低的 對 其實是一萬 千歲 這樣跟嫌疑有什麼差別 基本開銷是有錢跟吃飯 還有出去玩 偶爾給家人買一些東西 嗯 就吃飯嘛 然後保險 還加車袋 然後 基本的吃穿嘛 帶大家看看負面教材 根本就不夠用 真的找不到便宜的可以吃啊 我隨便吃一個便當 就要一百二十五塊起跳 一天基本上要花個五百多塊 如果工作的時候又喝水 又買飲料很多的話 就大概要六七百 所以我做七天就至少要花四千多塊 你們一定會問我這其他一千多塊怎麼來對不對 一直演狀況去給他 說今天同事心情不好 我們需要來吃一點好吃的 要小酌一下 所以就開始找些各種善意的謊言 就會讓自己每個禮拜每個禮拜 就可以好好的生存下去 就跟打仗一樣 所以我每天睜開眼的第一件事就是 要賺自己的生活費 從這以上的影片呢 我們發現第一點啊 賺的多不一定存的多啊 尤其對有家庭人來說 開銷真的特別的大啊 再來呢我們會發現 年輕的一輩呢 理財觀念其實都比較好喔 尤其現在資訊比較透明 很多人可以知道 怎麼樣存錢 以及什麼方式存錢 能夠更有效率喔 那第三點呢 發現買房 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雖然說最近也有在鼓吹 租房不如買房好 但還是要看個人啊 管不了錢呢 就像瑞一樣把錢交給老婆 由她來幸福你吧 好啦其實呢 拍這部片來 只是要喚起大家對儲蓄的觀念 不是說有多少錢就可以花掉 瑞自己本身喔也是 從以前年輕就是有多少花多少 一直都沒有存下來 到現在也都還是這樣 所以呢我就把所有的錢 都給我老婆去管 因為我老婆的理財觀念 會比我好 那就算你給我三萬塊 我也是一下子光光光 那大家一定要找到一個 可以守住錢財的一個方式 就算沒有存到很大量的錢喔 至少要籌備大概一筆錢 去預防到你之後 可能會發生一些狀況或意外 至少可以讓你這兩三個月 是可以去過這段緊急的時間 阿瑞呢 起步的比較晚一點點 也正在努力中 所以我們一起加油吧 好啦那我們下一見 大家掰掰 好嗎